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老梁看电影 我是老梁 咱们中国的影视圈啊 时不常的会冒出那么几个夫妻党来 就说呢 两口子呢 都是演员 还都是名人 但是这个夫妻党啊 不等于两个人的演技啊 都是实力派 你像这个 现在很火的 黄小明和这个安卓拉贝贝 这个杨友 黄小明的演技呢 原来一般这些年见长 但是呢 他老婆这安卓拉贝贝呢 到现在没知 我还没看出他有什么演技来 长得是挺漂亮 那么要讲两口子啊 这个夫妻党都有实力 我认为得首推啊 邓超孙丽这两口子 哎 你看邓超 是这金爵奖的最佳男主角 这孙丽呢 爱美奖的最佳女主角 两人的演技啊 大家是有目共睹 所以最近 这里的两个人呢 拍了一部电影 名字叫恶棍天使 哎呀 无论是粉丝 还说不是他俩粉丝 都挺期待 这两口演技都不错 这电影应该也不错 果然 上映的头一天 就拿下了1.5亿票房 那么国产的2D电影 第一天就能有这样的票房 这也说就得是像这个港九啊 尖兵侠呀 这样电影才行 而且呢 这样的电影呢 在首日拿下一个多亿票房之后呢 基本上最后的票房 最少都是11.1 尖兵侠 十一个亿多 那港九 到了十五六亿 所以很多人呢 对这个恶棍天使 对邓超和孙丽 这夫妻组合 绝对看好 说这恶棍天使啊 怎么着也得到十亿票房 好 好